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播报 从梅雨季过去到进入盛夏的时间呢 大概已经过去一周了 那整体来说高温的情形都非常的明显 各地高温在这一周也不例外 大致上都还是可以来到34度的高温 听上来说呢 各地在早上呢 都会是比较晴冷稳定的好天气 午后呢要留意到局部离阵雨的状况 不过呢 影响的范围呢 大致上都会是比较局限在山区 平地呢大致上受到影响机会 相对的比较低一些 从周三开始呢 水气会稍微的有所增多 迎风面东部 东南部的地区的迎风面降雨 会稍微的变得比较明显一点 再来从周五呢 低压带会接近 整体来说水气会再更进一步的增多 各地的降雨都可能会有所增多的情形 再来看到卫星云图 我们可以看到呢 太平洋高压的中心呢 大致上是落在日本的东南方海面 台湾呢 那大致上是落在高压的西南侧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环境上来说是一个东南风 慢慢北上转为偏南风的一个环境 在水气上来说 影响图上面来看呢 水气并没有到非常多 大致上比较多的水气呢 都是局限在比较南边的热爱扰动的周围 因此在今天明天水气都比较少一些 五国会镇雨的状况 也不会到特别的明显 可以看到呢 未来降雨的部分呢 在热爱扰动在 今天呢大致上是通过到菲律宾的陆地 在明天到后来几天呢 都会慢慢持续往西北方向移动 在周三呢 最快可能会增强为热带性地气啊 在周到周五到周六呢 有可能会再更进一步增强为 今年的第三号台风 不过呢 以这个陆际上面来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对台湾的影响 是非常有限的 在周末呢 可能会带一些南边的水气北上 才会有一些各地降雨 才会比较明显增多的一个状况 可以看到呢 整体来说台湾上控的降雨呢 今天明天的大厦还是以 午后山区发展出来的雷震雨为主 淋风面呢 在东南部地区呢 相对来说 降雨还是比较零星的 不过从周三开始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东南边的整个水气呢 会慢慢地有所增多 那因此呢 在东南部 以及我们恒春半岛地区的 整个降雨呢 会开始变得比较明显一点 一直到周末呢 整体来说 水气会慢慢地北上更为明显一点 整体来说 各地降雨都会变得比较多一些 可以看到呢 未来几天的整个降雨区域的模拟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未来几天在西半部山区呢 还是持续会有一些 午后雷震雨的讯号 不过呢 影响的范围都还是比较局限在山区 我们看到平地沿海呢 大上受到影响的机会是比较少的哦 比如在南部啊 以及我们的大台北地区呢 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影响 不过持续时间都非常的短 稍微地躲避一下即可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从周三开始呢 整体来说东南部 以及我们恒川半岛的整个 迎风面降雨呢 都会有所开始有所增多 一直到周末来说呢 会持续地有逐渐地来增多 所以整体来说 天气会慢慢地要转差 在东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要特别留意了 接着我们来看到温度的部分 在未来一周的温度的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呢 各地的高温都还是比较热 从北部到中南部地区呢 整体来说高温都可以来到 33度到35度 那我们可以在局部地的内陆地区啊 或是一些近山地区呢 甚至有机会出现到 36度的极端高温 所以请大家要特别留意 在户外活动呢 要做好防晒 并且呢 要多补充水分 最后来重点关心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哦 在各地呢 都还是比较良好的天气哦 东南部呢 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呢 不过整体来说 天气还是比较好的 空气品质呢 也都是在良好到普通的等级 在明天白天呢 就是要留意到 午后这些雨的状况 不过还是要留意的是 山区的部分 只不过在下午时段呢 如果有在户外活动 或是前往山区活动的话 请记得 一定要记得 把雨具准备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播报